C罗走后,此人趁机独揽大拳,黄马球迷围攻他,你太膨胀了,2018年9月16日,黄马克场1比1,战平比尔巴厄竞技,目前他们落后榜首的巴萨2分,曲居西甲第二,本场比赛,拉莫斯首发登场,作为一名中后卫,他居然多次争夺任意球的主罚权,在黄马拥有众多任意球好手的情况下, 他这样的举动,显然是不合时宜的,也许在C罗离队后,这位黄马队长想趁机独揽大拳,彻底垄断球权,面对狼子野心的拉莫斯,许多黄马球迷都提出了批评,黄马现在是拉莫斯的天下了,感觉C罗走后,拉莫斯越来越膨胀了,拉莫斯真以为自己不得了了,我觉得单论防守能力配配比他强多了, 拉莫斯同志,您作为中后卫,能不能把任意球权和点球权让出来,你有那么强的进球欲望吗,拉莫斯太膨胀了也不好,点球你可以拔,但是任意球你争啥,黄马有这么多的任意球好手,那轮到你。